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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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堂课讲到其所正者 无得无失无取无舍 今天从秦能证者 他这个经文是写无助无止无作污蔑 好像这个应该是西贝塔他写错的 应该是无作无止无认无灭 应该是作止认灭 作止认灭 因为从后面的记子他也是作止认灭 看到其他的古德的著书都是无作无止无认无灭 只有这个圆绝经他这里面能够检索出来 只有他在这个西贝塔的是无助无止无作无灭 这里面讲到其能证者 就是在大决体上其所正者都不可得 何况还有其能正者可得 所以在正在这个在所正能正其实都是一个决体而已 你要是真的多在所正能正上面说正表示你对这个决体 行者对决体这个心里面的智慧必定还有留住 还不是真正圆明 在一些作用上面似乎法法都有证明 但是证明的目的是根本证明就是决体决心的根本清明的作用 既然是清明的作用 就不会留住在一切的作词的所有一切行机上面 因为任何的一切行机行为的迹象那都是根本大决的作词而已 所以象中虽然有所正能正 但是体上你在所正能正当下都是什么 都是离切正向的那都是离切正向 所以法中自然而自然你能够在相见自证的相分见分 自证分政治证分中你都能够清清楚楚 在一些法中的作词相中你能够明明白白明明了了 然后在心里面的透析心里面的这个心中的豪解 那是见分清清楚楚明白 然后心中在见中就能够知道一切相 在相中就明白一切心里面的根本的道理 那就是相分跟见分的自证分 但是在自证分体上 那一个大决心体能明白这些自证分 能够清楚一切所有作用的那是正自证分 但是像在行为中像中好像就能流出如是四分的种种作用 但是仔细思维你真正如是正实四分都了无可得 但是在了无可得上不是过去凡夫的知见 了无可得是全然没有作用 而是作用很长 但是法法不住 明相虽有 但是同体都是归一个圆明 同归圆明 所以那个里面讲说 这能正者 其能正者 无作无止 就是这个无认无灭 做是在心发 在种种感觉 在种种大愿之中行持上 行者在面对种种行持上的心发 就叫做做 指就是把心收起来 全心不都收起来 以为收心 任何念头都把它收下来 以为能正 那叫做指 就收下来叫做指 什么叫做认 认就是听许 认其变化 心里面的思想 所有的一些念头 认其变化 形容再不随它流转 这个认 灭就是能够灭一切恶 灭一切烦恼 因你之间让烦恼不深 叫做灭 行者最初在修行时 似乎好像都要如是着做指 认灭上面 作为下手的 但是每一个做指认灭的 所有的一切 作词上面 是要你念念之间 体会决心的 让你能够心发 是让你看到大决心体的 本来具足的一切万恨 一切得恨 所以你正在发心时 你是念念之间观察 决心的本来面目 既然是在观察自心本来面目 所以行者最后也不会落在 真有如是心可发上 所以这里面叫做因地心中 若是你已然明白你所有的去向 虽然在现前的行持上面 你还有一些世间的生活的一些行仪 但是这些行仪它将来却什么 它却一样同你归在菩提性海之中 同归性海 所以虽然是明子 但明子它在你将来心中的智慧里面 它不会做任何的障碍 不会有任何的还有留住 留职 因为本来当一切法中就是大决心性所限 大决心性所限的一些名向现前处 本来它就没有什么障碍 就无所谓留职 决心所限的一些名字 就是决体之中所有的一切作用 决心性的决体的作用 决心的作用绝对不会障碍决 所以决心所限的名字一定不会障碍决 决心所限的名字 不过就是在彰显决心的所有一切得恨 所以正在彰显所有决心的得恨时 你不会落在名字相上 不是真有如是名字 而且决心又不是一名一项 可以让你随缘指成的 只是在种种缘分当下 种种姻缘下面 你似乎好像能够为其立名 是种种行 是种种德 是种种名 但事实上决心从来不落一切名古 就像太阳 太阳线前处 你可以说它有光 你可以说它有名 你可以说它能够设遍万物 你能够说它照 能够照起世界 但是你说尽它所有的一切功德名字 就是一个太阳根本的信德 它不是念念之间留住在哪个光像上 它也不是念念之间留住在哪个名像上 是因为你有太阳固 你才能够知道有光像 才立光的名字 所以虽然是种种名像深入的 在种种名字下面行者不断去担当行持的 但是因为你的阴定心发着赤城 你令你之间看的是根本的大圆绝体固 你将来在这个形象上 在种种坐持上面就不会随名像流浪 所以到最后叫做无坐无止 无认无灭 所以当你还坐持真的是有如是坐 只认灭 那叫似病 那都是病 那还叫做似病 但是以为没有坐持认灭 你以为说不要坐持认灭 那众生也没有办法得以下手 行者最初没有办法得以下手 那就变成狂妄 那种狂妄也叫做病 所以为什么后面讲说无坐无止 无认无灭 甚至于讲中此中与此正中无能无所 就是告诉你你所有的一切行者的所有的发心处 所有的行持处念念要在根本的大绝体上做观 因为你已经知道是在绝体上的根本面目上做观 所以他可以方便自己行者为自己建立种种名像 种种坐持 或者约坐 或者约止 或者约认 或者约灭 做就是在根本菩提心上面 能够看到自己心中的本来决心之中 种种殊胜的功德庄严 指就是在这些功德上面 从再也不再随种种意念流转 既然是根本决体的功德 那当然就不可能再随种种意念流转 不但是 是恶的意念不流转 连善的意念都不随它流转 因为都知道都是大绝心体的根本作用 所以既然是作用现前处 所以你当你过去你再看到种种烦恼处 你就以为决心沉沦在烦恼中 将来你在烦恼现前处 你当然就知道那就是决体的不失处 行不处 所以你根本不必断烦恼 你就看到是决体的行不处 那叫认 所以当下你不是在烦恼中断的 你也不是在任何行为上面去捉持的 那个叫做灭 你念念都在这边修 念念都在这边下手 可是因为行者的因地心中 他念念之间都是在大绝心抵抗的 知道做只认灭不过都是什么 不过都是现前行者随缘的种种方便利明而已 因为他知道是方便利明 所以他在将来正得如是决心时 他也不会真正捉持有如是明 因为他知道是方便利明 所以他在一切方便利明当下 他天天看的是大绝心体的作用 所以当你真正认得那个大绝心体时 那个大绝心体不是因为你做相才有的 也不是因为你指向才有的 是因为你知道大绝心体所以你才做的 是因为你知道大绝心体所以才甘心能指的 所以大绝心体不是做只认灭 他不是因为你指才能够得的 不是你做能够得得能够证的 所以这里面要仔细要帮行者不断的在心里面 仔细思维 所以当你在这个法中若是真能够不断的为自己反省 不断的为自己回光 在每一个行为下面都能够这样子 这样子清楚 那就是行者最初的下手处 所以在这个上面经文中讲 与此正中无能无所 在这个正中无能无所 不是说你将来正的这个圆绝心体 故无能无所 正中无能无所 心子最初下手时 虽然他骗用一切能所 但是最初的因地心中骗用一切能所时 他的心中早就知道他根本不住能所 就好像你在找静子时 你是要依静色才能够寻到静子 你找不到静色你当然也找不到静子 但是你已经知道你的目的是在找静子 你也知道静色就是静子 虽然你要依现前的静色找静子时 你是没有一点留住在静色上的 在一点都不留住在静色上 都不为妄直静色的行者发心里面 他却念念之间 依循静色找到静子 所以行者的发心 不同一般的凡夫之见 不同凡夫之见 不是现在的一切事件的这些 这些外道语言 总是以为现在有些什么行为可得 现在行为可证 甚至于什么清净可得 种种进修啊 或种种这个灵修啊 然后让你感觉到一种心中的放空 心中的吉然 心中的祥和 全部都是造作之相 大觉心体之中 本来面目之上的这些名字都不可得 你要是真正知道大觉心体时 他入到世间时 他自然祥和 因为在不可得中 行者就不可能 世人就不可能在世间法中 还有妄直 因为有妄直 有可得故 世间才有种种烦恼 脑处能生 脑处发生 那这些烦恼跟这些脑处都从哪里来 就是从最初 根本被离大觉提过来 你要是真知道大觉体时 你入世间时自然祥和 你入世间时自然如理如虑 他觉得不会阅读 所以这本 这才是真正行舍 念念之间归家的下手处 所以为此一事时 就是照见自己根本本来面目 你能够证得自己本来面目时 那才是入世的一切智慧的根本 一切智慧的源头 你找不到根本本来面目 你再说什么祥和 再说什么如仪 再说什么如虑 那其实都还是什么 都还是现在世间人 一步一步在归家时 或者是一般的一般的 根本不修学人 他根本不想归家时 着持着如是的语言 不想归家的就在这个语言之中 不断的流浪 想要归家时在这个声音上面 还在不断的艰苦 还在这边绕远路而已 就绕远路而已 那你说既然是 只要找到自己本来面目 其他都不行吃了 千万不要把心啊 讲到这么样的局限 这么样的局暗 你真正知道 找到本来面目时 其他的善法就一样能够深 能够清楚 我真的要找到自己本来的善心 根本时 你自然就能看到 现前应该有的善行 可是你刻意只是看到善行 看不到心中的本来面目时 你有行不见得有心 但是你要照见善心时 他一定能够具足善行 尤其是行者最初归家 虽然未证得如是心中的根本 但是多多少少都能够在心里面 都多少都能够有所体会 有所解释 所以在他根本在体会的大元 这个本来的大元满绝中 他能够体会他本来不犯嘛 所以他当然能够不断的 检视自己现前的行为 是不是还在任何的行为 起行动念上面 还在向外不断留意 他也能够体会到大决心体 他本来就能够骗一切法嘛 所以他也能够看到现在 所有的一些发心 是不是还有一些潜在意识 非常维系的自我的执着 而不肯去面对 他才能够察觉嘛 所以真正是在决体上参的 在根本面目上参的 那世间一些善法得以成就 那不是在世间法 不是在根本面目上参的 不是在本来面目 在自己的自家山头 自家心头上面去体会的 你再说世间善法 那不过都还是什么 都还是人天福报 都是人天福报 因为你捉持的就是感受之中的 所有的行持的亲近 那将来报德也是抱在感受之中 感受在哪里 三界 就在三界 行者若是令令之间都在觉性上参 绝的感受都是绝 我在参这一念绝时 我不是因为感受故才参这一念绝 才行持一切善法 我是知道这一念绝中超越一切感受故 所以他在面对一切感受时 他必有的亲近 必有的行仪 所以他将来正得如是亲近时 是根本不随一切感受流转 他自然叫做超越三界 他叫做执政菩提 所以行持的方法都一样 每个人行持当下都是一样的 没有变没有变化 过去声闻怎么持 现在声闻又有就怎么持 但是唯一关键关键就在发心 关键就是关键在发菩提心佛 发了根本大觉心佛 所以要是不是在这个上面去念念体会 那当然在这个在这个中间 老是还有感受的攀缘桌齿 所以才会有所能正锁正 实际上能正锁正不就是这一念大觉心体吗 所以你在锁正当下一切行一当下 目的就是照见如是决体 所以照见如是决体为行者的根本目的 所以你真正正到如是决体时 决体是超越一切做做向的 所以锁正你自然就是什么自然 正得如是决时你自然就能够在正得如是决处 分分削减一分一分削减 你体会一分决体 你现在的坐持的那种感受就能够削减一分 您自己在善法之中的行持的感受都不住 何况还在种种恶法的念头上面直持 这就是行者慢慢慢慢不断的 在态患心中的智慧的作用 所以锁正尚且都无 何况还能正能有 所以再能再锁 似乎就好像能够看到这四分 向分见分自正分政治正分 但是这四分其实都是来表现什么 这个大决体 根本一个决体的作用 决体不知道像吗 清清楚楚 决体不能够明辨一切法吗 见分清清楚楚 在明辨一切法中 所以能够清楚一切像 像中就能够清楚一切法 这就是自正分 明明白白 信中就有如是的 根本的清明的作词作用 自正分 那你仔细思维大决体中 你知道自正分时 大决体中都超越自正分 谁知道自正分 谁能够明明白白清楚 知道心性之中的本来的智慧的作用 那是政治正分 所以这一步一步 在像中作词上一步一步清清楚楚 可是却在每一个作词每一个像中 它却一步一步的超越 这里才能够体会那个决体的作用 决体就是如此 而且这个讲决体不是讲玄 不是讲到好像只是文字中的解释 是一个我们现在根本凡夫智慧能力之所不能及的这种一种概念 不是你天天在用 你在见像之时你是像吗 你心中就明白一切见 你心中自然就明白一切见 所以你自然见中就能够知道有像 有像中就知道有见 那谁在这边知道有见有像 就是你心中那个亲民自正 在像在见他根本不知道 谁知像跟见的 那心中的亲民 当你知道这个亲民时 你会发现知道亲民 假如是你是亲民 你根本连亲民都不知道 谁能够明明了了能够清楚一切亲民 那是根本大觉形体 所以决体之中连亲民都不必立 它是一切法的亲民处 但是你可以立一个亲民 那就是已经什么 移开决体在种种作用上 向前一步在解释它 已经是离开决体向前一步了 所以那已经是 已经是假如说你没有背离决体 但已经不是全体的全貌 整体的全貌 所以那叫正子正分 多讲一个正子正分时 实际上还留在文字中的作向 还留在文字中的作向 但行者必定叫觉行者 所以您到最后正子正分都知道 了然不可得 是一体大觉行中所呈现过 所以你明白正子正分时 就不会在自正分 见分相分 上面还在做有所得享 既然不在上面做有所得享 正子正分就无所得 那是真的真的叫正子正分 所以叫所正能正你都能够清楚 它就能够圆会一个决体嘛 你天天都在这个上面用 你天天都在这个上面表现 你天天感觉到 世间的庄严一切处 你不都是在这个上面 起行的吗 行者 你不要说行者 众生令你之间 都没有离开如是四分 不要说四分了 我们讲四土也是一样 四土 凡胜同居土 方便有余土 对吧 时报庄严土 长期光尽土 所以我时候讲这些名相 不是告诉你们 讲了一堆名相 那讲完以后不知道 到底在哪里 到底在何方何处 凡胜同居土 就是我讲的身文人开始 行者念念之间 在一切感受跟尘上面 他能够懂得回家 念念之间 但观跟尘之中 在跟尘当下 找到自己本来面目时 他渐渐就能够体会 凡胜同居了 你哪一个心念 现尖处不是一切 凡情现尖处 可是过去在一切 凡情现尖处 形容哀乐当下 你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做胜 可是事实上 没有根本心中的亲民 你哪有人能够起承 这么多的凡情的感受 所以谁能够体会凡胜同居 行者能体会 回头的人能体会 所以不管是你在 念阿弥陀佛时 或是在每个根尘下手处 你念你之间 还是看到沉重的作用 可是你慢慢体会就是 决心的根本的性德 根本的亲民 当你越来越清楚时 你会发现决心的亲民 现前就是沉重的动作作用 沉重的作用 就是现在决心的亲民 这个人使之凡胜同居土 使住凡胜同居土 你才会知道 原来这司徒过去 根本念念之间 根本跟你不相违背 没有舍离过 因为你念你之间 都能看到凡胜同居了 既然是看到凡胜同居 那凡中的势力就渐渐消减 过去凡中的势力重 你是根本体会不到 什么叫做圣的 你为什么能够知道凡胜同居 是因为凡琴小姐 圣性章鲜骨 所以你得看就是凡胜同居 哪一个不是 你感受现前都是凡 但是能现前住不就都是圣 都是你的根本亲民 所以久而久之 亲民心中念念行词 亲民中阅注 久心成性 所以常驻在都是一个大决心体的亲民 这个时候的圣性大显 可是圣性大显时呢 似乎你还会看到种种的念头起初 决心起初都是都还是念 可是他不是过去那个念头的势力 还在流转的势力了 但不是说你不知道有种种念 可却在念头起初时 虽然都不是过去流转那么样刚强的势力 那你就感觉到就在这一念 亲近心现前处一些感觉起初 你就好像念头都是回光处 你已经完完全全都回光 他不会避开念头 他也知道还有感受 还有念头 但是圣性已经彰显 所以每个念头现前处都感受到 他当下就被你射受回光 都知道是决体的亲近 这叫方便有余 所以你还有少分的种种过去沉重的 之鉴现前 为什么叫少分 少分不是说现前的东西少 而是你随他流转的势力轻微 叫少分 你完全看到就是你亲民的决体 所以叫少分 看到他时就是他拔记他处 所以有余的余字 余字还有一个解释 余是什么意思 饶意 方便有中饶意 要方便有余 有饶意象 还能看到饶意 所以你行者更加精进 逆逆之间在如实决心上面 真正如实体会时 你在看到那个凡还是凡吗 凡的名字跟圣的名字都在 可是事实上你就知道那是一体的呈现 镜子现前时有似乎就有尽性跟尽色 尽色在凡尽性在真 可是尽色尽性 他们是互相彰显的 当你明白尽子时 你能看到这个互相尽性尽色时 就是你根本体会尽体的大明处 所以尽体的大明处现前的时候何妨让你知道尽性尽色 因为那是根本大明之中的本来的什么 本来的应答报相 叫时报庄严 你没有这点心你也不会能够献出如是感受来 所以我们都是躲在凡情的感受里面 事实上你要仔细思维 那司徒念念之间都在你的大觉心体中作用 没有如是的铺唇 没有如是的铺掩 你根本不到凡圣同居上 所以你能看到不管再信再真再俗再信再用 全然都是一体的根本的本来的报相 本来庄严的随缘的答报 就时报庄严 那哪一个在俗 你根本不必再说回头 不必再说有余了 那根本当下就是你本来面目了 时报庄严 但在这个时报庄严上 你能够体会大觉心体的根本作用时 你在时报庄严上 更能够慢慢慢慢在智慧再来入身 连时报庄严四字都不可得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长极光 现前就是时报庄严像 时报庄严现前处就是方便有余跟凡圣同居像 所以长极光图不可说不可说 你不可用文字说 你不可用意念体会 你能感受到踏实 他就是时报庄严像 现前处了 可他只是时报庄严吗 他当然是长极光 连报都多余 你说报都多余 为什么说报都多余 因为决心献绝嘛 在这个决心献绝你好似以为有报像 但是决心献绝连报都多余 那叫长极光 他都在众生根本心底深处 你没有根本的长极光图 你没有办法显现出随缘的时报庄严像 就是缘起当下 我说缘起是根本是自信之中的本来智慧的缘起 庄严像不是从外面印缘缘起 是智慧的缘起 因为决心必定入绝嘛 那叫缘起 那缘起就是时报庄严像 因为有如是时报庄严像 所以你能够在时报庄严像方便有余 所以这个在饶意当下 你就感觉到他就能够设一些凡 因为你能设凡 所以你就能够入到圣凡同局 凡圣同局 所以你就能够在决心中感受一些感受 感受中有决心 能够凡圣同局 仕途都在啊 所以现在你仔细体会一下 我们到底流转在哪一途中 虽然好方便说凡圣同局 完全凡夫 没有现在看不到 只是我们要心里面潜在意识 还要承认如是的凡情 这么厚重凡情上 根本不离圣性 这是最初行者下手处 你要不相信有这个圣性 你将来还受流转了 你就还在将来受流转 你根本找不到如何回头 你在哪里下手回头啊 所以讲到这个突然想到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不太喜欢在这个 像譬如说这个在台北有一个学会 我比较不太喜欢跟在家菩萨们说法的原因 当然是有常随的 那当然是最好了 跟出家师父说法心里面会比较有自信 因为讲了台北一些常随的菩萨 那么久了 最后还是问我 上个礼拜还问我说 那师父 那大家都出家了 那这个时间怎么办 还问我这种问题 我都懵了 听法听到最后问我 问到居然是这种问题 那心里面就叫凄凉 那种凄凉 这事实上有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 大家都出家怎么办 所以我们永远都是什么 不肯放射现在堕在世间的种种众生之间 还抓着众生之间 来来亮全世界 亮一切众生的夜感 这就是众生茫然处 你能够活的就是活在你一心世界 你感受的虽然是好像有共业的 这是整体世界 但是你都是活在你的根本一心世界里 你怕说大家出家了怎么办 你现在念念之间怕大家出家怎么办 你这一念都在反 没有一反 没有一念 你的念头都没有一念出家 那哪有会大家出家的 你都在反圣同居住 你连圣都看不到 都看到反 你还怕大家出家怎么办 你这个因缘都在反 你放心不会有大家出家 你也不会出家 所以行者要发大家都要出家的心 就是念念之间告知 要度尽一切众生都能够回头 都能够像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因为你发了这个心 你将来这些果报 王灭时 你将来在这个心中所看到 那可能就是什么 你超越烦情中的圣性 你在看到一些感受当下 不要说你周遭的人为 你看到一些感受当下 都有回头的感觉了 那时候才始至凡胜同居 你在那个时候你就相信 大家可能出家 因为那个时候是你的世界 你的业感世界不同了 你现在在这个烦情世界 这种业力上 你怎么能看到大家都能出家吗 绝无是处 但随你的业力不同 将来所投往的世界 你就感到任何烦情 都有向往意了 那不但是外面的任何人 我对待有向往意 是你心中念你之间 起心都念你都知道回头 那叫做始至凡胜同居 将来若是在你智慧里面 真的能达到方便有余 你站在根本圣性上 你看到都是一切感受回头处 那种拔击处 那个时候你在投往的世界 都是什么 都是你看到任何的众生 都念你之间好要出家 好要出离了 所以那个环境就会有 在你看到那个世界 就会有出离 大家出离箱 那你说大家出离箱怎么办 这还有人没有人供样怎么办 想的多余你知道 你到了方便有余 就已经看到西方画图了 西方画图需要你供样吗 想一一来想实实来 需要你供样吗 根本不需要供样 那时候凡情反而需要圣性供样 不然你听过 什么时候西方行者 一天到晚还在外面脱波 那个已经是画图 还不是时报图了 想你真正的念念之间 过去的凡情业力尽消 你到了将来时报庄严土中 你再看的娑婆 再看的世界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个娑婆当下就是你的根本面目 你再看到过去的娑婆就是流转处 你现在看见一切就是根本面目 连有余饶益都多余 那个时候大家都叫什么 所见都是诸上圣人 诸上圣人就是什么 没有一个是凡情 眼睛这些色耳朵 文身都是诸上善人 哪个不是根本的面目 亲民的面目 所以在那个时候 你再看到娑婆就是心中明明白白的 根本知道心中的根本智慧的庄严 哪有娑婆可言 那叫真道登道西方暴徒 那时候根本你也不要想说大家出不出家 不用讲出家名字 大家已经不是在家 就根本不是在家 你根本不必看的 所以何况还要讲到长极光图 讲到众生因为抓持现在的夜感 以现前的夜感的世界量 所有的一切法性世界 这叫众生鱼吃醋啊 你还担心你出家了怎么办 没有人护持 你现在出家 你能够让你这所有的一切 你的怨心 在心里面不断的赤神 干我自己将来 必定度尽一切众生 都能够向菩提道 这种怨心 你首先得利益 是在你一切的内心中的众生 眼耳鼻舌生意 色身香味触法 上面一切众生 能够先懂得出离 你能够让自己内心中的众生 都能够懂得出离时 你也才能够将来 才能够真正方便 拔这一切众生 他们知道什么叫出家吗 什么叫出离项吗 所以你这个夜还没有清净时 你放心 你永远还是在世间 你只是发愿而已 愿力未成就 你永远还看到一堆俗人 不但你会看到一堆俗人 他要供养你 你也一天到晚 要假借你的根臣 不断地供养你回头 你放心 在这个业感上 不会全部出家的 业力如是 都是如此 但是每一个人都要发大心 都要度尽一切众生 都一定要度尽一切众生 你发了这个大心以后 你才能够踏上 行者应该走的归途 才开始真正面对归途 不然有的时候在这个上面 在心境上 不要说在心境上 有时候拿捏 都是用众生的支箭 不断地锁在这边 在这边不断地绞绕 以为世界就是这样子 我眼睛看到 这在法界中来讲 比绿豆绿豆还小 这绿豆顶大的世界 以为是真 这种夜感之中 你以为就是这样子 法界就是如此 所以有的时候 凡夫用的心思 你要跟他讲佛法 很累 他永远就在这边绕 听完了以后 觉得师父觉得你讲的不错 但是我又怕出家了 将来怎么办 都没有人 供养师父也不行 我还是留在家里 供养师父吧 我宁愿饿死 我都不要你供养 你留下来为了供养我 我害你哦 下次再供养 我就把他嘴巴闭起来 打死不吃 宁愿饿死 讲这种话心里难过 心里难过 在圈堂出家圈了那么久 最后告诉我说 还是留在做在家人 来供养我 搞了半天我心里 身体就变得这么肥胖 都是他们害的 他们不出家害的 老是供养我 所以你感觉到 在凡夫的之间之中的脚绕 现在这刚刚 请把这个 这一张 这个妥纳维系式 打出来 刚刚顺便可以带上 这一张来讲 好 还没有开始 我们现在把它打开 所以真正要是在决心上面 去体会的 现在连所证跟能证都无所 所以讲到下面这句叫 毕竟无证亦无证者 所以在这个体会上面 另一面之间 你就知道这个决体的行者 对决体直下的那个担当 决体在现绝时 决体在现正时 他连这个正向 这行机都不可得 何况还有一个正者可得 还有一个正者可得 既然出来了 先讲这个 讲这个是因为 先不要讲里程后面所写的 先把这个经文 先跟大家稍微略解解释一下 因为刚刚讲的众生在世间感受中 那种执着 那种永远抓持自己 现前对世界的那种夜感 那种观感 那种局部的这种 感受 却想要来亮 原来世界就是如此 原来法界就是如此 不但不要说那样法界 他还亮说大家原来感受的世界 就是如此 其实每一个人感受的世界都不是 都不是一样的 每一个人随夜感之中所体会的世界 都是他自己夜感之中所呈现的 你不能知道他的夜感 他也不能够知道你的夜感 我在知道你的夜感时 是因为我有如是夜感 我知道是我中夜感之中的你的夜感 你能够知道我的夜感时 你是站在你的夜感中 你是用你的夜感之中 在来思维我的夜感的 众生的智慧就是如此 只能是如此而已 他根本跳不出这些夜感的造作的 你捉持的夜感来解释世间的 你捉持的夜感 以为你在了解别人的 只是在这个假象之中 好像真的有个人痛苦 我想我了解你痛苦 好像做了种种了解法 他也认为他被你了解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错觉 你从来也不会了解他 因为你都是在抓着自己的夜感之中 在说他的感觉的 他也不会真的 从来也不会觉得他真的被你了解 他是抓着现在的委屈心念之中 他以为你再了解他 得到一点心中他慰藉 安慰而已 其实彼此之间 这就叫做共业 彼此之间就是什么 彼此之间就是在迷惑 互相迷惑 因为这样子 互相迷惑 所以大家老是觉得什么 就是一切事间 以为是都是真 都叫做真实 他所谓的一切事间都叫做真实 是根本就是被心所见 从以前外在的事间 以为是真实 他从来没有想到心性之中的维系 根本的维系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能够明白一切法 那是你跳出现在的夜感处 那是你站在根本大觉体上 你能够明白一切夜感 所以你能够在一切夜感中知道 你站在这种夜感之中 说的了解他是属于哪种的了解 什么样层面的了解 你在不同夜感中说了解他 什么样不同层面的了解 你都能够清楚的 连这些我们都还搞不清楚 我们还狂想说我了解任何人 我还甚至于说我了解 这个世界以为世界就是如此 你根本跳不出那个朝旧 所以先讲这个先讲经文 后面才告诉你 吕成他们一样 这些世间的这些 你说他们是文人吗 我连觉得文人都不能够讲 都不能够算 我真的是文人 真的是一个学者 他不会起着这么多的心中那种诽谤 那种心中的那种败坏 而且根本不具 根本所学不经 他却在这边不断的用狂心 狂妄心不断的破坏佛法 这连文人 学人都不能算 所以先讲那个经文 经文讲 陀纳唯系事 习系尘暴流 真非真恐迷 我常不开眼 出自于内言 出自于内言 中静云 中静路说 翻译阿陀纳者 此云直迟事 此事体进 阿陀纳很多讲是讲八事 七事 也说七事 那讲八事七事要在哪里上面去体会了 七事你要永远知道 不管讲八事七事 或讲到前六事 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决体之中的作用 根本就是决体的作用 只是在分一个决体之中的 世心的作用当差别中 方便为行者为后人立种种八事的名字 既然是一个决体的作用方便所立的名字 所以在每一个作用之中你都能够看到 所有一切适用中的一切得详 作用信用在期间 为什么 它就是一体作用 只是在作用差别之中立名而已 既然差别中立名 那这些作用都是什么 像刚刚讲的一脉成就的 所以一脉成就 所以到了最后超处 在最末超处 它都应该具足最原始的出处的信德 它都要具足的 所以讲到这个意思就告诉你 那有的人会在这边一直不断的分辨 到底是八事七事 你忘记它根本就是一个决体吗 所以你刻意在分 到底是八事在七事时 你是在拆解心体 你是在拆解心体 你因为真的可以拆解出七八二事来 所以讲到世心作用时 你真正知道一个决体时 阿陀纳讲直迟时 那是什么 那是讲到八事的染分 八事有禁分染分 八事的染分就是开始什么 转换成种种感受现前 因为八事的染分能转换种种现前 所以转换成七事时 七事也是八事转换出来的 所以那时候方便说七事 习气 习气如暴流 也叫直耻 那你说八事也有直耻项 那八事的直耻项 是根本一个世心的根本的直耻项 那是直耻一些种子项 但是因为直耻顾 所以他才能够什么 不断的交付作用现前 那也是直耻项 七事能够成八事 他能够交付 然后起神相续 那是不是也是直耻项 所以光讲一个直耻 你要是在一心之中去解释 那所有八事中都有直耻项 为什么所有八事的名字下都有直耻项 因为所有事都没有离开过八事根本一体 只是在每个直耻项中解释的不同而已 八事的直耻是一些种子的直耻 七事的直耻就是开始能够直耻如是种子 能够形成种种相续 形成种种作用 所以这个叫阿陀纳 所以叫直耻式 此是体径 今天七事最初 虽然它是八事的染分所限 但这个染分 我们不要一听到染分以后 马上就被染分所 这个意思所迷惑了 这个染分还是什么 还是近视 轻近视 为什么这个染分还是轻近视 镜子在现色时 到了色分上来讲 它是属于近性的染分所限 对不对 那个染是什么 随缘能染成色 随缘能染成色 它随缘不能染成色 你怎么能看到近色呢 所以那是染分所限 但讲这个染分 你不要认为就是将来后面的流转 后面的烦恼处 因为它是染分所限 所以色分现出最初的近色来时 还是轻近色 还是轻近色 因为镜子最初现色时 它根本是什么 它根本是 虽然是染分所限 但是它没有那种染中的视力的 最初现前时 你第一眼看到色时 那个色是不带任何视力的 可因为它也是染分所限 虽然这个染分是近分 但是它已经成就是染分中的作用 所以众生在看到色 虽然是近色 最初是近色 可是你随这个染中的作用 你就会往下 一直执着 开始有情感声 有种种作用 视力线 这才开始染 但是这个染中也是什么 这个能够让你喜忠忠染的也是根本 根本什么 根本巴士之中阿陀纳的近视 轻近视 所以你才能够在下面不断的直持以为是染 这句话讲清楚 我虽然说你在下面一直开始不断的染造了 你每一个染造处都是近视中的染分 只不过我们抓的那个染造的向现前处 你就以为不断的相续以为都在里面流浪 其实你在流浪时他都是一个一个的向 刹挪显现都是近分 只是在刹挪显现的近分染分当下 你误以为真的有那个染中的视力 你误以为那个视力所以叫妄想 这个听得清楚吗 这个听的可能会比较模糊 既然是染分 他就一定能够偏不一切色 所以染分现前书假如用车轮来表示 用法轮来表示 所以他那个染分就是一个染分的法轮 所以他在这个转时 其实他都是染分中的近视 他这样的转动时 众生随着染分转动 以为深入种种感受中的力量 但是你不知道深入都是这个轮中的视力而已 只是你仔细思维这个轮中的视力 每一步视力都是近分 染时在成就的 只不过这样动快了 噢 intuitive 你就会以为流浪了 就是这样子流浪 将来你要知道流浪处染分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禁视 清净事不是禁世 不是老花禁世 都是清净事 所以指寻持世 此事体尽 被无名熏习 被无名所熏 所以他能够起成习气 被无名熏 决心中这叫什么 只有决跟不决 什么是决 大决心体的本来的面目是决 什么叫不决 随缘故 是不决 随缘起故不决 在一切缘起当下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决 今天你感觉到一切感受是仔细思维 那些感受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决 能决的都不是现在这个感受 你能够在一切感受中 你以为你在决一切世界 我怎么没有决呢 我感觉很多 但你仔细思维 你所指的那个感觉之中 从来没有一念能决 他不能够自己决 喜怒哀乐他自己不能决 你能够指出那个感觉之中 你认为感觉中却没有一念能决 所以你在能决体中 他从来不是那些感觉 可是我们却抓着这个 不是那些感觉 抓着后面那些感觉 以为是决 所以那叫做不决 那叫做不决 所以什么叫无名熏悉 因为决心就能够现出 种种随缘处 你在随缘当下 能够现出随缘处 你就感觉到决心意味 明明是大决心体的根本的决体 你却意味在种种无名上 在种无名上捉齿 因为他能够随缘线 所以随缘现实 你就被所有的刺心之中的 所有的感受捉齿 叫无名熏悉 你就在种感受中找着无名熏悉 叫随辱难分 但你没有这些感觉 虽然他自己不能起成 种种觉的感觉中 你这种缘起 你也找不到决心在哪里 所以 法不自身 他叫仗尽而生 所以你也感受不到 但你仔细思维 那些感觉 他自己不能够成决 他根本都是不决 他完全都是不决 所以你在决中 能够决一切实 你抓着那些感受上面 那都叫做无名熏悉 你一直在抓着感受 就是无名熏悉 因为你抓着感受 你就忘记了根本能觉的亲近 大觉体中的觉醒 所以你只是抓着感受 那背到无名熏悉 但是这个这个熏悉中 因为觉醒要寄托感觉 你才觉得有觉 可是感觉现结出 你就抓着感觉以为是觉 所以在这里面上 如水乳一般 你很难分出 虚心现前就是感觉 但你能不能 只有智 就是只有智者 能够在这样的感受当下 这么样刚强的作用当下 他能分得出来 什么是觉 什么是不觉 那你也能够体会到 我们现在众生的心中的作用 力量都是随足以不觉 都随足以不觉 你一定要抓着不觉 抓着后面有感受的那个 才说是觉 所以你已经抓着不觉 完全抓着不觉 叫水乳难分 这里面 唯佛能了 为什么唯佛能了 唯有真正正道 如是大缘 觉体 真正体会到根本本来面目 你才能够清楚分别 你站在觉体之中 看到一切感觉时 你不会抓着感觉说觉 你也不会离开感觉 说觉 所以就如同水乳一般 但你会在一切感觉之中 你明明白白 那个觉体的作用 那叫大觉 你不会背离的大觉 从抓着那个感觉 在感觉上面 明明也是觉中赋予它的觉感 你却抓着这个赋予它的觉感 这个局部的觉感 觉感之中 妄说有觉 真的叫可怜 所以那叫可怜 就类似太阳照的万物 万物上都是阳光 你应该站在大阳光体上 看它的阳光的片照 那个片照万物 你不是抓着一个雾气上的阳光 你以为阳光就是如此 拿一片树叶的光芒 阳光的光芒 你以为阳光就是如是 那当然叫可怜 休息 我以为阳光芒